台湾是一个非常去创意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必须走出去 勇敢地去面对世界的市场 它就是一个带着一种 民族主义的文化侵略的活动 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攻城掠地 你必须要一起 你必须要集体去让别人看到你的文化 进入到他们的生活 然后你才有机会 我在159号 让世界看见你